我們現在正式要介紹科西的系列 負面的積分基本上就是學科西的定義 科西有好幾個系列的救命定義 意思就是說它讓負面的積分變得很簡單 很有系統的可以把積分積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段正式的介紹 科西的負面的積分定義系列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介紹 對於SIMPLE PATH的時候的積分 先對一個SIMPLE PATH來積分看看 那之後我們會各種各種的版本會出現 然後會有一個終極版的科西定義 那終極版如果先了解說這個簡單版的時候 那終極版就會更容易理解它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呢 我們首先呢會先來複習一下下 以前我們的那個格林定理 還有所謂的SIMPLE CURB SIMPLE CURB 對 對 對 我們又複習系列又來了 那通常是在微積分裡面 但是對有些同學可能是準備睡覺的那種 那個階段 就微積分裡面的最後面 就是我們會討論那個 記憶圈 然後你就會發現 那個時候記憶圈好像常常是零 跟我們一樣 可是有時候也不是零 對沒錯就是這樣 然後那格林定 所以我們現在要準備要討論複習就是這一個 什麼是SIMPLE CURB 什麼是格林定 那SIMPLE CURB很簡單就是沒有交集 就不會跟自己交集的 就這樣 我們就來定義一下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呢 今天有一個曲線 記得我們的曲線 基本上就是跟路徑很像 只是它可以無限的震盪 這個一個曲線呢 是叫做 這個再順便說一下 其實我們心中 其實小的還是我們的Path 就是 Peacewise 就是 Continuously derivative 那種東西 就是 我還是 Continuously 就至少是 Thiswise Continuous 那種Path 就是我們其實要討論 其實是Path 但是不管 剛剛說錯 Path 我還是 Thiswise Continuous Derivative 就是 基本上 每一段都是可為的 分段都是可為的 而且 微分了以後 它是連續行處 我們基本上會希望說 我們都是Path 只是Path 那一般一點點 是Curve 所以我們 我們的課本 都會先說Curve 其實我們心中 講的就是Path 而已 所以就是 如果有一個曲線 或是一個Path 叫做Single的話呢 它是 如果 它沒有自己跟自己相交 那我們會有一個 很高級的名字 以後常常會看到 就是 沒有自己相交 自己跟自己沒有交集 但是 它允許 起點跟終點一樣 所以起點跟終點可以有交集 唯一的例外 有可能 也可以不要 當然 有可能 也可以不要 當然 我們來看例子 它基本上 不會自己跟自己相交 但是 如果起點跟終點相交 這個是唯一的 可以允許的地方 它可以開始的時候 就是結束了點 但中間都不會自己跟自己相交 但是 我們來看 所以呢 有可能 有可能 什麼時候是Single呢 就像這樣 廢話 就當Single 對不對 然後呢 也有可能 是繞一圈 在中途都不會自己相交 就這樣 好 這個Single 那不是Single呢 自己跟自己有交集 那或是呢 或是 也可以繞一圈回來 也可以繞一圈回來 等於零 但是 中間 中間還有自己跟自己交集 不行 就這樣 好 所以這個Single 跟Single 我們區別 好 好 就中間的每一個點的值都不一樣 好 我們稍微洗一下 就是呢 就是 如果呢 今天呢 Gamma 是 A B 到C 這樣子的cur 或這樣的pad 那我們要說的事情就是 對於所有的 T1 T2 在它的定義率裡面 A1 然後T1 不等於T2 那我們就要有 Gamma1 不等於 Gamma1 不等於Gamma1 T2 再一次再一次 就是 我們允許 起點跟終點一樣 就是 Except 就是Gamma1 A 要等於Gamma1 起點跟終點一樣 可以 其他都不能一樣 其他都不能有相交 就這樣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的 Path 不是 我們的 simplePath 或是simpleCurve 再一次 我們其實心中想的simplePath 但是simpleCurve當然可以 是用一樣的定義法 所以 Curve都是定義Curve 但是Path 當然是一樣 好 再來 第二件事情 那 我更喜歡的叫做 simpleClauseCurve 我就繞一圈回來 但中間沒有相交 只有起點跟終點一樣 所以第二件事情 就是 如果呢 我們今天有一個 Curve 叫做simpleClause Curve Curve 那 顧名思義呢 就是 它是 simple and the clause 這個 它又是 B曲線 又是 簡單曲線 就這樣 當然 意思就是說呢 就是 Gamma A B 到 C 這一個是simple 這個curve 是simple 而且 起點跟終點一樣 就是 就是 繞一圈就會回來 就這樣 好 終於 我們要說到我們的重點了 一個simplePath 如果它是Path的話 它就叫simplePath 廢話 好 在速學 我有時候就是這樣 為了要嚴謹 每個該說的話 都說一次 免得你有任何的 任何的那個 模擬兩可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就是 一個simpleCurve 對我們 如同我們剛剛Path說的一樣 Curve本的心中 其實我們最後心裡在想Path 可以講 我們就要積分嘛 如果一個simpleCurve 它又是 它是一個Path的話 It's also Path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這個simpleCurve 這個呢 就叫做simpleCurve 這個呢 就叫做simpleCurve simpleCurve Jo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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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ve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重點 又叫做 Jodan Jodan 大件的 1.4 sill 基 Lol 我想對 既能把 範樹不是0的時候 也igon 同地 最喜歡用的標準模型 已經達成能 幾個基圈 以上 只要用 最喜歡 Clan 好了